我觉得是爱吧 是真的蛮难的 这次我就很酸 没有这种 超不辣的 影响我们的生产 错了 猫眼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邓昌 我是鱼白妹 原来我跟老鱼也探讨过 说家乡到底拍什么 后来我们今天是拍人 我们自己 好像我们要出门了 我们会选一下衣服 女孩子化个妆 好像那衣服嘛 也不会让你那么舒服 最舒服的就是你在家 已经脱到最 穿一个最松垮的 你洗完澡 看见那个镜子里的自己 就我们希望 找到那个家乡里的 那个自己 我们的场地非常难找 很费劲 我们要拍之前的沙漠 没有这个 找不到 因为现在都是绿洲了 现在就是你要去找 那个四百万摩 确实找不到 一处可以拍沙漠的戏 我们现在拍的 现在是一个展示区 展示区就是告诉你 曾经是这样 就是一小块展示区 稍一动就 就把边上的这个城市 美景就带出来 妈 我来看你了 因为剪掉了 他在树下有大段 大段的杜白 杜白结束之后 他冲到山顶 是他们俩之间的对手戏 然后他指着他的鼻子 问说你现在就对着 这棵树 你对着把我们养大的人 你现在敢 敢承认吗 其实这段是我们的不归点 最后我们有一个很长的镜头 也就是怒斥完他 他屋檐一对 然后你转身就走 一直追着 一直追着 汗 兄弟 我这读卡其实是再更行 也都不了更加好看 根本不用挖掘 其实他是喜剧演员 喜动也就喜动 喜动 其实我老是之前演过很多喜剧 他经常抱怨喜剧不找他 他老让我给他写一个喜剧 写的时候就觉得 他来最好玩 最有意思 剧本只要两天拍摄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站着赖了四五天 也不走 影响我们的生产 因为我想测试一下他的力量 然后我错了 我错了 这是我先抱他 然后网友不服 主要是他的陕北话说得太好了 醒醒贴在行网我上 我想报复他一下 我说我能抱得起 你能抱得起我吗 他居然抱起了 我错了 请您对号入座 这必须是我们要求吧 这是我干的 想把他们中众的常态展示给大家 就是啊 他们真实的地位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在家里谁厉害啊 我们要塑造这样是真的蛮难的 其实这段戏是我整部电影当中遇到的平静 塑造起来非常难 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去构思 然后去自己去练 因为孙老师当起也忙嘛 今年的生日礼物到底送什么了 我觉得是爱吧 哈特说 这次我就很酸 因为去到山西了 山北了 这回说是我和他一样 其实他就是我和我的家乡 不是他和他的家乡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 为什么不能去拍下南昌 如果大家喜欢 我们就接着往下拍 咱们还有那么多城市 他一直特希望拍南昌片 你来演 你要不拿一次 我歇会儿 好吧 哎呀舒服了